发小偷了 啊 你谁呀 在那给我看着 不是你谁呀 不是我谁呀 啊 过来 你是谁 我是 发小偷了 谁是小偷 你是谁呀 偷 偷我们家货是吧 啊 偷什么货 今天仓库忙不过来 我来打包了 你是谁呀你啊 我是谁呀 你配知道我是谁吗 是不是来偷货 我跟你说了 我没偷货 今天仓库忙不过来了 我跟着你打包 哎呦呦 你还这么好心呢 我给你帮忙呢 我一天晓得没什么 啊 刀刀 看着我 你是谁 我是这里的二把手 金厂长带过来的主管 听明白了吗 啊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 嚣张忙不过的主管 是不是 他少就提醒你了 你又带上了 嚣张忙不过 把货了 出来 偷货是吧 发钱 我说了我没偷货 我是老板 你听不清楚啊 我说偷了 你就是偷了 老板 老板都出国八年了 老板 我拿钱快快 拿钱拿不拿 要钱是吗 来 你让我起来 你要多少钱 五万 五万是吗 嗯 行 你稍等会儿 来 你告诉我 谁把你招进来的 谁把我招进来的 小小钱是吧 告诉我 谁把你招进来的 确定给我啊 我确定给你 你快说 王厂长 我表姐 啊 你表姐小王是吧 哎 行 快点 给我钱 告诉你啊 这个钱 我怕你有命拿梅花 知不知道 什么 我能活到 净十九 梅 你能活到 只要有 看清楚我是谁 知道吧 我看着 你瞪着 我嘴边拉去 我告诉你啊 一会儿你带着你表姐啊 你告诉他 说老板办公室 你滚过 我给他生日加薪 生日加薪 滚 滚过来 看到我欺负人没有 看到了 为啥不来帮忙 他是老板 老板都出国多少年了 过来 今天几号了 今天三十二号了 不 来来来 大发 大发 大发要饭的呢 都是我的 下个月 别让我来找你 知道没有 乖乖 还送到我办公室 你这一辈子 也就当个破保安 好干活我 费劲 干活我 我不干了 干老板就 真是欺负到我头上 气死我了 王主管 你带着你那 嚣张马虎的表弟 也来到办公室 快点 两分钟 无法无天了 这帮人的事 老板 小李 你怎么来了 你给我写封辞职信吧 我不想干了 为什么呀 你的公司干不下去了 你走了以后 有主管就把我干了一顿 把你打了一顿 对 把我打了 我腿现在还抽筋了 把我钱都抢走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有 没事 我刚才刚给他打了电话 一会儿等他来了 新账旧账 一块跟他算 好不好 不行 真气死我 妈 哎 你怎么还在这 还欺负他 你干嘛 他刚刚小偷 我个小偷 对吧 我表弟不懂事 这叫你招待的 这么嚣张 麻糊的人都是你招待的 干什么呀 谁让你干这样的事 看你表弟 你家秦田有一半 都让你招过来了 为什么招他呀 长得帅呀 是长得好看呀 没有 我是海贵大学生 他大学生 我看你像乌龟 我到海里能游 老板你别生气 好好说 没事没事 咋的 我跟你说 今天我去仓库点货 忙不过来了 我去发货 他和他说是小偷 其道我身上 给我一顿打呀 那老板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今天回来 还扣我钱 还欺负人家保安小李 给人打了一顿 还磕磕一个工资 你问问他怎么回事 你打保安也就算 连老板都打 老板对不起 哪边去 还有这个福利 上两天我看 人工大会的时候 不让你发了吗 四千多条 你给我发哪去了 发了呀 发了吗 发了没有 干嘛呢你 没有 到底到哪去了 没有 他卖了 卖了 你给我说实话 老板啊 我就是高层都卖了 然后他们这些 低层的人太多了 我觉得给他们也浪费 我就都卖了 给他们都浪费 那给你不浪费 是不是啊 对 我穿的暖和 你看 行了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废话了 现在一共两件事 第一件事 把你表弟 克扣为那员工的钱 一五一十的给还回去 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 第二件事 这个裤子 我不管你卖到哪 卖了多少钱 你给我一条一条的买回来 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能做到是吧 嗯 最后一件事 你带着你们小张马虎的表弟 出门又转 财务看见了吗 把工资结算 让走人吗 老板你再给我 不是你开除他也就算了 我好歹也跟了你十几年 你跟我十多年了啊 先做人后做事 你那人都做不好 你还给我做什么事啊 出去 好 女子 怎么办 没事 你放心 我这不把他开了吗 以后啊 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啊 然后呢 我这呢 有几千块钱 这么的吧 就当你的补偿 好不好 下个月开始啊 我剩你当保安队长 每个月工资呢 再给你涨两千 行不行 行 谢谢老板 然后你家里巴不是还有年 卖的老母钱吗 你这样吧 一会去上裤 再拿几条裤子 给他们都戴上一人一条 好不好 好 谢谢老板 下去吧 来玩吧 下来玩吧 感谢观看